事事纷纷扰扰,藏在云里雾里,何以拨云见日,咱有华言巧语 美国的议员又在秀下线了,下座无下线 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就是那位特朗普的忠实的支持者 又是殷招了,他提出一个提案,要再次修改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我看了一下他的提案的摘要,按照他的想法,修改之后 这个反海外腐败法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的反华法案 他把这个反腐败的解释做了一个更宽泛的扩展 就把以前没有的一些概念又加进去了 什么叫腐败啊?这个反海外腐败法是1977年立的法 里边对腐败的解释就是比如说美国的商人在海外做生意 为了得到生意呢,金钱贿赂当地的官员说这个不行 什么请客送礼啊,这都是禁止的 这显得美国的商家很清廉,对不对 我靠本事,我靠我的产品,我性价比 我光明正大的做生意,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我浑水不汤,我油烟不浸,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出污泥,我出污泥而不染 多清高啊 但是卢比奥他把这个,什么叫腐败啊 他做了一个扩展 其中就包括说你在中国做生意的这些商家企业公司 你就干脆不能说中国的一句好话 你客观的说中国是怎么怎么样,那也不行 你必须按照这个美国政客们的现在定的这个基调 现在不是反华主基调吗 你也得跟着反华,你得加入到反华的这个队伍中来 如果你不加入进来 那就视同于你是腐败 甚至说呢,你不跟着这个美国政客的这个言论走 你赞成中国的一带一路 而且你还加入进去,你还参与进去 那这个就是海外腐败,这就是一大罪名 那举例说按他的说法啊 像那个特斯拉电动车那个老板马斯克 那就是典型的海外腐败啊 因为什么他不仅在中国上海有一个独资厂 他还在这个新疆那开了一个卖车的门店 那你不知道现在美国的政客正拿这个中国的地方 什么大西北那说事呢 美国的政客的意思是要让你跟中国脱钩 完全脱钩 你不仅不脱钩,你还越包越紧 美国政客这边喊着要脱钩,要杯葛,要抵制 完了你那儿还要继续的配合合作 一句话,你跟美国政客对着干 这就是海外腐败 现在这个美国政客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第一,他编造一个谎言 完了妖魔化中国 第二呢,他要让这些商家们呢 跟着他一块儿起控 一块儿黑中国,一块儿妖魔化中国 如果商家不跟着他走 那就是海外腐败 卢比奥这个做法有点像这个街上那些小混合 完了隔着高墙 往人家院子里边扔垃圾 不但他扔垃圾 还得招呼着他的这个 还得让别人呢 跟他一块儿扔垃圾 谁要是不扔 谁就跟我作对 谁就是海外腐败 我们常说这个损人利己和损人不利己 损人利己啊,那叫坏 损人不利己 就是又坏再加上又笨 那很无奈 美国政坛上呢 现在就活跃了这么一大众 又坏又笨的这个政客 如果这么一来的话呢 像卢比奥啊 他已经点名的几个 除了马斯克 还有什么微软的 比尔盖茨 还有那个什么星巴克呀 还有亚马逊的 还有英特尔啊 包括英特尔都在内 他们现在跟中国做生意 做得红红红红的 这都算作海外腐败呢 那他的提案是不是会在国会里边通过啊 这个很难说 古迹呢 通过过 因为什么呢 我还是相信呢 就是一百多年前 马克启恩说的那句话 说美国国会里边 现在一半是狗表的样的 注意啊 一半不是全部 如果全部的话 那肯定通过啊 如果一半的话呢 这个事儿 还有得商量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这个 提案啊 如果成了法案啊 这个直接受打击的 不是中国的企业 是美国在中国做生意的那些企业 他们是受直接打击的 这叫什么 自费武功 自毁长城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啊 像马斯克这个特斯拉电动车车厂 他去中国开厂的 做生意 不是中国邀请他去的 是他申请了 中国那边批准他才去的 第二呢 他不是一个慈善事业 他是去赚钱去了 第三呢 吸引他去的是中国的市场 不是哪个政府 不是哪个民间团队 他没有那么爱中国 他爱的是他的生意 再有这个商家在哪开工厂啊 他是要看市场 是不是 他是要看那儿 是不是有市场 他不是说 响应谁的号召才去的 他既不是上山下乡 他也不是支边 他是在那儿 他是奔着市场去 还有一个事儿 马斯克也明白 我想卢比奥 他自己也明白 但是卢比奥他装方卖傻 就是在中国的市场上 电动车这个市场 不是没有竞争 竞争相当激烈的 有德国竞争 有日本竞争 韩国的什么 这个这个现代 他也要在那竞争 还有中国自己的很多企业 现在中国这个国内的企业 生产电动车的 多少家大大小小的 加在一块200多家 竞争有多激烈 你要是自动退出这个竞争市场 人家还巴不得呢 不是说少了这根葱啊 别人就呛不了锅了 不是说没有了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呢 那中国就没有电动车了 连烧油都没有了 这个只剩下烧煤球的了 不是这样的 如果马斯克就顺从了 卢比奥的这个这个意愿啊 就是停止在中国的生意啊 然后撤回来 谁最高兴啊 马斯克的竞争对手最高兴 他的竞争对手呢 不仅包括中国国内的那些电动车的生产厂 那是放心为爱啊 还包括世界上其他的能有生产电动车能力的那些厂家 包括日本 德国 韩国 那卢比奥提这个议案 他的目的是要什么呢 就是可能就是瞄准这个马斯克啊 他看他这不顺眼 他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别人做生意好的话 他真是心里不难受 另外呢 马斯克也许啊 就不是他这个下次竞选的那个金主 他不在乎 但是马斯克可以回过头来问一句 你让我撤出中国市场 你让我不跟中国这做生意 那我有多大的损失 这些损失你能补偿吗 当然你也别问这个美国的政客 他从来不会补偿上家这些损失 马斯克这个人啊 是挺了不起的一个美国人啊 你看他这个上天入地 他还在平地上跑 上天呢 他有这个SpaceX公司啊 他发这个卫星 他天上发了不少卫星了啊 这个等于在太空当中扔了不少垃圾啊 这是他干的事 另外呢 他这个钻地啊 他有一个这个Boring Company 就是这个大型的这个钻洞公司啊 不是老鼠打洞的那个 他钻隧道啊 这个什么胶囊特快列车啊 就是他那这个点子出来的 再一个呢 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啊 他是这个叫什么电动车的这个龙头老大 可以这么说 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他也是最大 他一军突起啊 那其他一些老的什么 这个汽车制造商 像什么福特啊 什么通用汽车啊 那个呢 他们以前都是有很厚的底子 以前他们是生产这个烧汽油的 这个绿色能源这个概念出来之后呢 那些车厂呢 在以前的基础上才这个逐渐的要生产电动车 马斯克呢 他的这个特斯拉 他一开始他就是生产的电动车 而且现在呢 美国的这个市场份额最大 他的 他的中国的市场份额也是排在第一 马斯克在中国做生意那么成功啊 他现在占中国电动车市场的份额还最大啊 这个美国人应该高兴才对 应该把他当成这个英雄才对 你怎么能把他当成美国人的敌人呢 他是美国人 效忠的是美国 他又不是效忠中国 他的生意做得越好 不是说中国人赚钱了 那是美国人赚钱了 这点难道不明白吗 有句话西方人常说的啊 上帝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这是个经典的句子啊 用这句话形容现在的美国现状啊 我看是挺合适的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 比如说站在中国的这个角度看 应该为卢比奥的这个提案啊 拍拍手 应该鼓励他继续这么干 因为什么呢 像西方人说的啊 要他灭亡先让他疯狂 中国在历史上呢 也有过先例 你看这个宋朝要灭亡的时候 杀了岳飞 明朝要灭亡的时候杀了袁崇焕 这些人可都是忠心耿耿的 这个为国效力的啊 所以美国要衰败啊 必然要先出一些妖孽 像卢比奥这些人呢 就是美国政坛上的这些妖孽 那美国要嚷嚷的跟中国脱钩啊 这个呢 既不符合美国商家的利益 也不符合美国民众的利益 消费者的利益 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符合谁的利益啊 就只符合政客们的那些个人的利益 所以要是跟着卢比奥这些政客鬼混 你说美国能不衰败吗 这期节目到这儿 下期节目再见